好 就是这一篇网路上的po文 他写着自驾的妈妈也在5月21号当天 搭上台中捷运砍人的这班列车 那妈妈在过程当中遭到砍伤 最后被送进医院 还附上两张这个病患在病床上的照片 文章最后还写到希望大家可以集气 如果可以的话捐款也可以 不过很多网友质疑是诈骗 那么警方也介入调查有最新说法 好 警方介入查证之后 果真跟很多网友想的一样 可能真的就是诈骗 因为在终结砍人案当中 受伤的包含嫌犯还有两名伤者 也一共才三个人 而且并没有女性的伤者 而现在突然多冒出一个人 那么警方查证后确认这是诈骗 提醒民众不要受骗 不要上当也不要捐款 并且要来依法侦办投文者